好 那么刚才说了 如果说你要从外存上把这个页面调进来 内存没了 内存没有空闲的页面了 怎么办 那就是要进行页面置换 要进行页面置换 那么页面置换呢 最常用的几种页面置换算法 大家应该掌握 我们大纲里列了几种这个算法 大家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最佳置换算法 Optim Optim 这个算法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对 它就是看将来 它怎么来选择这个淘汰的页面 就置换的这个页面 置换的对象呢 就是将以后永不使用的 以后再也不用了 那你换出去吧 换出去了以后 它不会再进来 对吧 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 或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离现在最远的那个页面 理论上是对的 对吧 因为其他都马上用到 我换出去它就要进来 你离得最远 那好了 你就我把这个换的这个 时刻推迟到最远 就是这个意思 理论上 最佳置换算法 可以 有最低的缺业率 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经常用它作为一个评价的指标 但是这种算法很难实现 因为你很难知道说这个程序后头会用到哪一节 对吧 程序运行它有分支 它有不确定性 你也不知道会用到哪一页 所以呢 实际里头它是不怎么好用 不怎么用的 但是用了做这个衡量 做标杆 它就可以的 第二种是叫先进先出 置换算法 这个是最简单 按这个页面进入内存的时间 先进先出 那我怎么知道它进入内存的时间呢 我们把那个进入内存的这个虚拟时间 为什么叫虚拟时间呢 它实际就是一个数 这个数呢 一直在循环 计算机里一直在循环 但循环周期会很长 一个很长的一个二进制的数 不断地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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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了又回零 还有增长 代表了这个计算机的一个虚拟时间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按进入内存的 这个虚拟时间会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我们这个页表表象的空闲的地方 对吧 一般放在那 所以呢 按进入内存的时间 那么一般我们如果是做题的话呢 它一般是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采用我们现在同学看到的这种方法 叫什么 叫做对占的这种计算的方法 它的这个页面的引用 是这么一个走法 然后呢 所分配给它的页是三页 那么好 我们看到 它是产生一次缺页中断 把这个掉进来 产生一次缺页中断 把这个掉进来 那么 那么为了我们计算方面 我们约定 说你这个 越往下 这个页面越往下 表示你进入内存的时间越早 所以呢 你直接就是往下顶就是了 对吧 往下顶就是了 所以呢 你淘汰的页面就是 从这选就行了 对吧 前头三个缺页中断 把这三页装进来 然后当 第四个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在不在内存 不在 不在内存 不在内存 我们要置换一个页 那该置换谁呢 当然是置换四 对吧 因为四是最早进来 然后四置换了以后 一进来 一进来以后 一二三页里头 谁又是最早 三最早 所以三要放到下面来 二要下来 然后一进来 这样 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算法 我想这个呢 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应该讲过 所以我不给大家 讲得太 仔细 我就把基本原理 要给同学挑明白 对吧 然后顺下的 大家就自己算起就行 那么这样呢 我们根据这个页面的走向 我们看到呢 它实际上 一共十二个页面 产生了几次缺页中断 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对吧 可以计算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指标 叫缺页中断率 一共十二页 你发生了九次 所以缺页中断率 就是九除以十二 它是这样一个计算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缺页中断率呢 就是比较 就是说你这个算法 同样这个页面走向 不同的算法 你缺页中断率的高低 就是你的算法的好坏 那么从这个上头呢 同学可能就看到了啊 就是我的这个算法 可能跟你的这个页面的走向 有密切的关系 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啊 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啊 所以在这个先进先出 这个算法当中呢 会出现一个现象啊 我现在就说吧 因为后头和黑 出现一个现象 叫什么现象 叫贝勒丁异常 贝勒丁异常 贝勒丁异常 只有在先进先出 这个算法当中才出现 他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想象是反的 啊 同学看到 比如说 我们现在给了三页 产生了九次缺页中断 对吧 哎 那显然就页面给的少了嘛 那我给他四页啊 给他四页的话 是不是缺页中断率 他应该降低啊 来 大部分进程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哎 有一部分进程 不这样啊 当你这个页面素增加的时候呢 他的缺页中断率 不降 反升 哎 很怪吧 哎 所以叫做异常 anomally 啊 所以他叫贝勒丁异常 这个现象是最早是贝勒丁发现的啊 叫贝勒丁异常 那么呃 贝勒丁异常呢 他倒并没有说一定要考这个啊 点 因为他毕竟只在这个先进先出这个算法里才有啊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啊 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怪现象啊 它是这样吧 好 这是第二种算法了啊 那么再看第三种算法 就是LIO 啊 LIO这个词啊 大家看看 叫做最近最少使用贝勒算法啊 哎 所以这个是练到一起来说的啊 练到一起来说的 那么 最前面的我们讲先进先出啊 这个算法呀 他的缺页中断率 挺高啊 为什么高呢 主要原因就是最先进入内存的页面 往往是最重要的页面啊 所以呢 你按先进来的先淘汰出去的话 往往把淘汰出去的页面要挪进来啊 所以这种算法呢 有可能会抛弃一些重要的页面啊 那么大家说能不能改进 当然可以改进啊 怎么改进呢 那么 哎 我们就从最佳置换算法那儿出发啊 所以最佳置换算法看的是这个页面的将来 对吧 离当前最远或者无从远就不用了啊 这个页面淘汰下去 我既然看不到他将来 那我能不能看他的过去 对吧 哎 我们认为呢 啊 他过去的页面啊 被访问次数最多的页面啊 是最有可能啊 用的最多的 所以我要把它留在内存 而把不怎么用的页面 我把它淘汰出去啊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呢 我们利用这个页表表象当中的这个引用位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访问位啊 或者叫参考位啊 以及他进入内存的这个时刻啊 以及每次访问的时候的这个时刻啊 用这几个参数来进行计算啊 这么一个算法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单纯的看这个页面走向来讲啊 比如说一开始三页三次缺页中的进来 对吧 那我说了 那么当第四这个进来 一进来一看四三二 那没得说啊淘汰 所以前头应该到这儿啊 跟先进先出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到了这儿的时候呢 哎 我们发现当我们发现当要用四的时候啊 第四页的时候发现第四页再内存 对吧 再内存 再内存的话呢 因为第四页我们往前看 它是应该在前头 对吧 用到过 那么现在又用到过了 那我要把它的这个时刻要刷新 那我要把它的这个时刻要刷新 所以呢 这一页啊 就变到了Sharp来啊 相当于什么 反老还童了啊 因为什么这一页被用过了啊 所以就不能算你是最先进来的了 你是刚啊 跟刚进来是差不多的啊 这样的一种一种方法啊 所以我们看哈 比如说第四页访问完了以后 我们看到啊 就是哎 第四页在前面 对吧 所以呢 跟它隔的啊 两条 对吧 隔两条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它刷新 刷新 就是跟FIFO 就是先进先出的唯一不同就在这儿 就是说一旦你被访问了 你被reference了 你就要刷新 你的生命就得到了重生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去进行置换的话呢 它是最接近OPT算法 就最接近最佳算法 最接近 当然在这个例子当中 它好像比这个先进先出要更差一些 是吧 先进先出九次 它还是十次啊 没关系 这个我刚才说了 一定是跟它的这个程序的走向 有关系啊 一定是有关系啊 那么从大量的实践证明呢 就是 这样的一个算法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 是最接近这个最佳算法 最佳算法 但是呢 这个算法呢 在实际用的时候呢 开销比较大 因为我们要记录它的时刻 要记录它的时刻 所以开销比较大 开销比较大 那么第四种置换算法呢 就是时钟 时钟置换算法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 叫LIO算法的一个变形 而且呢 它是能够在计算机里头 真正实现的一种算法 首先呢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页面 也就把它一个页表啊 把这个页表里头的这个reference啊 还包括对应的页表啊 我们知道一个页表是一个序列 对吧 把这个页表呢 做成一个循环素组 对吧 我们计算机里头的数据结构 这个很容易做 然后呢 用一个指针去循环 去访问这个素组 这个是我们计算机里头 很容易做到的 对吧 所以呢 看上去的 很像一个clock 但这个clock好像只有一个指针 那么还可以用两个指针 对应不同的这个bit 我们这儿引用的是这个reference reference 用一个指针的reference来做 那么clock具体在做的时候呢 它怎么做的呢 它这么做的 比如说现在指针指向的c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出现了一次缺页中断 那么缺页中断的话 你要置换啊 对吧 那好 它就会看 这个指针指向了当前的这个页c 它的reference reference 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 表示什么 表示有一段时间 这个页面没有被引用 没有被访问到了 所以呢 简单的就把这一页 置换出去 就可以了 置换完了以后 指针挪向下一个 等候下一次缺页中断 那么如果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这个c的reference为1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这个1清零 把这个reference清零 给你一次机会 清零 然后呢 指针指向下一个 看d d的reference 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d的reference 等于零 那就把d置换出去 如果d的reference为1 d也清零 指针指向1 1次这么下来 如果所有的页面的reference 都为1 那表示所有的页面 都很重要 所以呢 它清了一圈以后 又回到了c 那个时候c肯定就零了 对吧 就把c又清出去 那么这个指针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刚置换的页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排的最末尾 也就是说它的时刻 一定是最新鲜 也就是说时刻是最近 所以时刻最近呢 它一定是要转一圈以后 回来才能够访问到 所以这就叫什么 叫做什么 醉酒 醉酒 我们叫最近醉酒 那个叫什么 那个智患色法 我们看一下 最近最 最近最少使用 也有叫最近醉酒 未使用 叫醉酒未使用 这叫最近最少使用 一个意思 指针这么指 是不是 对吧 醉酒 醉酒 那么所谓最近就是由 Lifredence 来体现 来体现 所以Clock算法呢 它不能用这个堆战的方法 来进行 那个算 但是呢 它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指针 来指的 这样指的 而且呢 Clock算法在系统里头 在我们实际的操作系统里头 还是有大量的应用的 因为实现这样的一个算法 最简单 最简单 系统开销最小 但是呢 效果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非常接近这个 最佳算法 好 那么这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 它的页面之划算法 大家掌握的呢 就那么四种 四种 那么像Clock算法 我们回去一下 像Clock算法呢 这儿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指针 对吧 指的是reference 指的是reference 那么也可以再增加一个指针 再增加一个指针 叫双指针 这个更像实中了 一个实针 一个分针 对吧 那么这个分针的 利用的比如说是 modified的 这个bit 看这个页面 如果这个页面被修改了 哦 那先让它多活一会儿吧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把这个页面要写回去 再掉回来 那个开销太大 如果简单的掉进来 那只有一个次盘访问的周期 如果你还要写回去 又增加了一个写的周期 所以尽量的让它少写 那么尤其像现在 比如说我们计算机 采用比如说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实际上利用的是 那个flash的这个存储这个芯片 对吧 flash这个存储芯片 它有个特点 读非常快 但是写入速度很慢 写入的时候 因为它里头产生高压 它要把电荷注入到这个绝缘3里头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种不同的存储设备 采用不同的这个策略 如果你这个设备采用的是 确实采用就这种flash的话 那么我这个页面置换算法 有可能就要modify的这个页面 就可能传重要更重 如果这个页面被修改了 那么好 能不把它写回去就不写回去 我们去找那些没有reference 没有modify的页面 哪怕它reference都没关系 对吧 它是一定是要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来调整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 要我要出题的话 我明年我可能就要出这种题 给你来一个 告诉你写多长时间 读多长时间 那你把那个智慌设法改一改 抽一道综合体 很有可能 对吧 让你这个告诉你的reference modify的 还有那个就是进入这个内存的 这个虚拟时间时刻 让你去设计一个算法 让它尽可能的最佳 对吧 这是很有可能 当然这个题就比较复杂了 从这个现在来看 这样出这样题真的好好的商量下来 是不是合适 同学们别到时候这个题一半的同学都拿零分 这个出题就出了失败 所以大部分出题还是要让同学们拿到这个分 或多或少又有一些分 然后同学之间拉开差距 我们说这是选拔性的这个考试 研究深入学考试是选拔性的考试 它一定是要拉开 不能大家都领分 也不能大家都一百分 这样就没意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